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国际平联官方发布即将于12月1日到8日 在成都举行的第二届混团世界杯参赛阵容 令人十分唏嘘的是 参赛队伍里除了东道主中国队 韩国队以及香港队 其余队伍几乎都派遣的是替补阵容 日本男女队彻底派遣二三线球员参赛 张本美和张本志和两兄妹今年年底不还乡 连德国 法国 甚至美国 加拿大 派出的参赛球员都是替补 作为东道主 中国队是全主力参赛 女队孙颖莎 王曼玉 王毅迪 宽曼 男队是王主亲 林诗栋 梁静坤 林高远 其中 宽曼 林诗栋是首次以主力身份代表国拼 参加顶级世界大赛 日本男女队纯替补出战 不仅张本美和张本志和这次不来 早田西纳 伊藤美城 平野梅雨 甚至最近刚冒出来的大藤沙月也不来 台北队的阵容里 没有林云如 高承睿 郑一静等绝队主力 没有在阵中 法国队勒布伦 西蒙高兹 以及女队的袁迦南没来 德国队奥加洛夫 弗朗西斯卡 杜达等人也没来 去年此时 混团世界杯创立 日本队就曾因为没有国际积分抵制过这个赛事 几大主力均不想来参赛 后来经过国际拼联的协调和调整 赋予混团世界杯积分 但积分的分量不重 导致参赛各队还是不是很重视 作为一个新创办的世界顶级大赛 混团世界杯还在成长之中 今年我们的对手 主力大面积不来 这是非常尴尬的一幕 这需要主办方和国际拼联共同努力 搞好赛事的赛制及细节 这样才能将比赛打造成 大家都愿意参加乐于参赛的比赛 此外 11月22日至29日 为期八天的2024乒乓式青赛将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 在中国女兵方面 这次的U19年龄段单打比赛 是派出了双子星皆是18岁的秦于轩和纵哥曼二人出展 在宽曼年龄已满的情况下 他们二人终于要走向前台 开始挑大梁了 这是对他们俩的一个新考验 毕竟在以前有宽曼压阵 他们压力很小 最多打打团体赛 打个下手就可以了 感受不到太大压力 而现在呢 自己要开始独挡一面 情况还是不太一样的 但好在是前面的亚青赛 已经给了他俩一个过度和调整的空间 这样 从亚青赛主力过渡到世青赛主力 还不至于太突然 但是 世青赛与亚青赛还是很不一样 亚青赛能顺利夺冠 不代表世青赛也是如此 因为世青赛的强手要更多更难对付 竞争也更加激烈 总体来说 中国女兵双子星 在这次世青赛上 最强的对手大概分为三类 第一类技术全面型对手 这主要是指老对手日本女兵的两位新星 16岁的面首领和高斯艾央 这是不容忽视的两个对手 虽然说在前面的亚青赛上 日平这二人都输给了中国女兵 连四强都没打进 但是近半年来 他们通过不间断地参加世界大赛 进步很快 目前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在以前 齐渔轩打面首领还蛮轻松 但在前不久的一次交手中 齐渔轩则是2比3输给了他 开始有点吃力了 这也说明打比赛越多 进步就越快 日平教练组是下决心来培养 面首和高森这两位小将的 因此 给予的资源更多 坚定不移地扶持 而反观齐渔轩和纵戈曼 则还没有这么好的待遇 因此进步有点偏慢了 同时日本女兵的年轻球员 之所以进步很快 除了打比赛更多之外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他们更重视基本功的训练 基础很扎实 底子打得好 技术很全面 磨刀不误砍柴弓 前面地基打好了 后面再起高楼就更稳更快了 再加上 他们都是延续的正手体系 更有杀伤力 所以说 一旦走上正轨 就很不好对付 这一点 也是值得中国女拼借鉴和参考的 所以说 日拼这二人 是秦渔轩和纵戈曼 这次的主要对手之一 第二类 经验丰富类对手 这方面 主要是指 埃及16岁小将 汉纳高达 别看汉纳高达才16岁 却与张本美和一样 已经算是国际赛场的老将了 从奥运会到州际赛 从大满贯到支线赛 从成年赛到青年赛 汉纳高达几乎几乎无所不包 从来没落下 已经打满了几乎所有级别的赛事 单从比赛经验来说 他甚至已经不逊于我们的主力了 经验非常丰富 这一点 我们的次主力们都无法与之相比 就更别说青年球员了 而丰富经验所带来的 则是实力的提升 应变能力的增强 和自信心的提高 所以说 对于秦渝轩和纵哥曼来说 这次是青赛 汉纳高达将是他们的第二个重要对手 要好好准备才行 第三类 暴力打法型对手 在这里 主要是指 德国18岁小将 考夫曼 关于考夫曼 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的 更多了身高必长的他 力量充沛 势大力尘 打法暴力 护台面积大 数典型的欧式暴力打法 并具有新生代球员 快速多变的鲜明特点 打起球来暴力快速还多变 一旦让他打顺了手 很不好对付 目前 他的成名之战 就是在前面3比0战胜了张本美和 并且 与中国女兵年轻选手的较量 也是优势明显 曾4比1战胜徐翼夺冠 因此 这次是青赛 暴力打法的考夫曼 也是一个重要对手 需要中国女兵警惕的 以上这三类对手 我们都不可小觑 当然了 与来势汹汹的对手相比 中国女兵双子星 也有自己的优势和特点 一 快变能力 速度快 变化多 是中国女兵年轻球员的一大特点 其中 又以齐渔轩更为突出 他进台技术好 有一手凶狠的反手拧拉 和快速变现能力 打球速度非常快 并且 近来正手也有提高 能左右开弓 凶狠多变 在青年队这个级别 如果他发挥好了 一般人挡不住 二 强相持能力 无论秦渔轩还是纵哥曼 相持能力都非常好 尤其是纵哥曼 本来就是以相持健长 非常能抗 在青年队这个级别 除非是很暴力的打法 否则一般人想打透他的防守 还是蛮难的 所以说 在相持上 我们还是有优势的 这一点很重要 三 心理素质更好 无论日本女兵 还是汉娜高达 以及考夫曼 她们虽然实力很强 但都有一个软肋 就是心理素质一般 一 日本女兵容易上头 这是她们的通病 二 汉娜高达容易冲动 这也是她的习惯 三 考夫曼容易着急 总想一口吃下 这也是她的特点 而反观中国女兵 双子星呢 在这方面 则比她们强太多了 尤其是秦渔轩 打球实在是太冷静了 无论何时 都是不慌不忙 不急不躁 面无表情 波动很小 说实话 但在比拼耐心这一点上 她能把对方打崩溃 而打乒乓球 心理素质同样重要 尤其是最要命的关头 谁绷不住 谁熄火 所以说 在这一点 中国女兵 有天然的优势